這次應該就熟了啦 OK 好 第一個問題解決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怎樣 那我們做好了 可是 總不可能以後呢 就在這邊去執行它吧 對不對 你不可能說 以後 如果你要給人家用的時候 如果你做好了 那你要給人家 你就打開那個開發人員喔 Visualpad裡面把它Play 它就會執行了 這樣子好像不太OK啦 不過自己用還OK啦 自己用我有時候 就不做按鈕 因為反正執行完 我主要是要那個資料的結果啦 我幹嘛沒事 我去弄個漂亮的按鈕幹嘛 所以 你可以試情況 如果你今天常用的 常按的你就做 那如果不常用 只是要結果 你就直接執行完就好了 那如果說你今天需要什麼 類似像我旁邊這邊的按鈕 那這個怎麼做出來 其實非常簡單 通常是插入一個程序之後有沒有 然後做完了 OK了沒有問題了 你再到開發人員裡面的插入 那會找到有一個表單控制項裡面的按鈕 記得不要用下面這個啦 Active控制項 用這個是直接可以連結到 就是直接指定到那個sub 那如果你用下面這個的話 它很麻煩 它要先拉出來 然後呢還要再做事件 什麼事件 Click事件 然後再連結到那個sub 那太麻煩了 所以我建議你用上面 兩個都可以啦 但是下面那個太麻煩了 對各位來說還是不太容易了 所以你點這邊 然後呢拉一下對不對 大小由你自己決定啦 反正有點像那個Photoshop一樣 你看你要多大多小 然後呢記得把上面門號兩個字複製一下 按確定 然後呢為什麼要複製 因為呢如果你沒有複製 你就要多打門號兩個字 但是你複製的話Ctrl V 就少打兩個字 我覺得應該比較好吧 OK 你不複製也沒關係啦 你就多打 因為我以前都是教職業打 可是我覺得好像太浪費 複製比較快一些些 而且我通常會把那個按鈕的名稱 跟程序名稱取一樣的 因為我這樣比較好認 那清除的話也是一樣 再加一個 OK拉一下 那就把這個清除 一樣複製一下 然後再到這邊怎麼樣 把這個貼上 試一下 門號 清除 這樣OK了 另外 其實這個是比較正規的做法啦 就是說如果你做完之後呢 你要給別人看也清楚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正規的方法 但是如果你要比較不正規 什麼意思 就是說 像有些同學之前 學會之後的話 他也不想讓他老闆知道說 他學了很多東西 為什麼 因為老闆會給他更多事情嘛 所以他就怎麼樣呢 他就是在快下班之前呢 再把他的事情按下去 所以他就用一個隱藏的功能 在這邊 有沒有 然後這個一個笑臉對不對 這個笑臉你可以調一下 那你自己看懂 我原則小一點沒關係 不要讓大家知道 然後呢 再按右鍵 指定聚集有沒有 這個聚集的話 也可以指向門號的 可以啊 然後再來就是 假設我今天再插入一個圖案 假設這邊有個叉叉有沒有 就是方程式這邊有個叉叉 在這邊放一個叉叉 然後這個是清除啦 那按右鍵 指定那個什麼呢 清除 可不可以連結到 試一下 一樣嘛對不對 那他可以做完之後嘛 也許他就可以怎麼樣 把這兩個按鈕 把它搬過去這樣子 等到快下班之前 按一下 然後呢 這樣子就完成事情了 OK 還蠻好的 因為我之前有問過同學 你會不會讓你老闆知道 大部分都說不會 然後反正他就多一點時間 可以跟同事聊天 同事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你這麼悠哉 可是你好像事情也做完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OK 所以其實效率很重要啦 但如果前提 老闆會幫你多加一些薪水的話 當然你就讓他知道 反正幫他做一點事情 但如果不是的話 當然你就OK 那所以有兩種做按鈕的方法啦 就是第一個比較正規的 這邊有個插入有沒有 這個 那第二個是 你可以從插入裡面的圖案去找 美工圖案可不可以 也可以 所以你可以做得很看不出來 或者也可以做得很漂亮 沒有問題啦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那兩個重點 剛剛第一個 如何抓到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第二個是如何增加那個按鈕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可以自動去偵測最下面一列 當然可以最右邊一欄也都可以啦 就是說 就是說將來一個試算表的一個範圍 你都可以用類似的方法去知道 它的一個範圍 然後它會自動去幫你處理完畢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那個按鈕部分 就是說如果 當然你自己執行 自己覺得只要結果出來就OK 那你可以不用 我們不需要加按鈕啦 那但是如果說你經常使用到 那你就可以額外增加按鈕 那方法的話就是 你可以比較正規的用那個 表單控制項裡面的 或者是說插入圖案 這些都OK